怎么解 第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将来你的公式可以不需要一次就做完 你可以分两次分三次 没关系 但是这个就一个技巧性 你第一个是要抓什么 抓3到5 那你至少你要知道这个规则 对吧 那怎么抓3到5个字 在游标放这里 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那你可以用什么文字嘛 你想在文字里面抓3到5个字 那前面有讲过一个叫MID函数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他会跟你问 其实函数就是问答式的嘛 他问你说你的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里 那你从哪个字 start 从第几个字 从第三个字 那你要几个字 三个字 对不对 那正来的话你看一下是不是108 如果你是108 那表示你这个函数是没错的 但是你出来不是108的话 那你就看一下是不是哪里下错了 那不就是这样子 所以工作基本上也不用背嘛 每个函数的用法都一样 就是问答式的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但是你要答正确 OK 那他就给你正确的答案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108 对不对 可是108不是我们要的 108 第二阶段就是要去查表 查单位 对不对 那单位因为已经建了一个名称叫单位 所以再来我的习惯是把这边公式不包含等号的地方把它减下来 就是不要减到等号就对了 然后再插入函数 要查表就找到那个减式与参照函数的最下面 有一个叫VLOOK函数 就这一个 那这个VLOOK函数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LOOKAVALUE LOOKAVALUE指的是你要查什么 那一定是查编号 OK 那编号的话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去嘛 查108 有没有 你会发现喔 你这个地方贴上去喔 他也会自动给你108了 有没有 因为这个公式代表就是这边的108了 OK 那查哪一个对照表 所以查什么编号 在哪个对照表 F3 那通常这个名称定义 你要自己去定义好了 这个不是别人帮你定义 你就自己定义 因为这一体已经为了方便 所以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怎么定义 我想前面也做很多啦 所以 VLOOK函数跟怎么去定义名称 这个很重要 你前面一定要先定义好 没有人会帮你定义喔 你先定义好 按F3 那就选择单位 按确定 再来要找第几栏 col是栏的意思 index是索引的第几个啦 那就是当然第二个 因为我编号一定在第一个 查一定查第一栏 那抓一定是抓第二栏以后的 所以第二栏 那比对方式的话 完全比对好了 输入个0就可以了 那输入1的话就找接近 这个好像上下礼拜都有讲过啦 所以如果你忘记的话 回头请把上下礼拜影片再repeat多看几遍 请影片多看 真的 增加你的记忆力 以后的话 你做到什么事情 你就会想到 吴老师的声音又出现了 告诉你怎么做 有没有 其实你真的有这种想法